大家好 23点15分了啊 啊咱们今天俗话说又得拉个碗哈 早晨不睡啊 这个早晨不起晚上不睡 现代人都这样哈 尤其西班牙人 是吧这个 订阅我这频道的也有六七百个西班牙的朋友啊 总的数量上不太多 这个 但是啊也不少 这个西班牙都这样 是吧我说的绝对靠谱 你也许知道人工智能可以让图片动起来 但你知道在视频中说话内容都可以被AI修改吗 我们看一下原视频 现在修改其中一个单词 再修改为另一个词 只是输入文本我们就改变了声音和嘴型 再看看能否把整句话都替换掉 现在修改为完全不同的另一句话 甚至可以输入微笑让人物笑起来 看到最后这由AI加上的微笑了吗 这项技术的关键是为修改后的文字生成适合的嘴型 并能让整招脸连贯自然 在人工智能时代眼界已不再为时 你如何让自己和家人不要被AI骗了呢 看见了吗 有人说眼见为时 哎这有视频 视频也能造假 是吧这个AI 是不是就是人工智能技术是吧 我也许说的不对啊 这方面我不行 但是我感觉 是吧 这个之前比如说你文字 他给你 图改呀 篡改呀 是吧 或者模仿你的笔体 你的笔记 是吧反正当年什么毛泽东 是吧说很多那批示 都是有个人专门访他的 啊现在好像台湾 啊这个马英九啊 什么蔡英文 他们比如说给这个 民众每年不是写对联吗 你只要给总统府 去信你要要就给你写 实际上也不是他们本人写的 因为他们也很忙没时间 有的人访的特别像真的 是吧 这个视频 其实过去哈 我不说那些太敏感的事件了 是吧我在这就有所保留 其实很多事件 播放出来的视频 包括在很多媒体上播放出来的 是吧 其实他 其实我知道 我之前知道最起码 他有的时候把这次序给你颠倒 比如说暴徒 先袭击的政府军 政府军在还击 然后说这些人是暴徒 等等等等的 把那个时间前后次序 给你这扇点 那加点 是吧 来回的这么闪转腾挪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你看电视上都播了 你看看他们这些坏人 啊 袭击政府军 是吧 你看这政府军这些孩子们 是吧 多么的老实 对吧 那那政府军 像暴徒开枪 你看见了吗 对吧 那那播了吗 一点都不播 对吧 所以这东西 更何况现在有很多这种技术 是吧 这个 包括声音 图像 都能造假 大家小心吧 是吧 好